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滴社报道了采访从吉亚的内容 并委托坚定了被网友们之一是假货的所有商品 根据滴社报道 本来没有想要拍TV秀金扑名扑 因为从吉亚不是将假货当成是正品在卖的犯罪者 但是大众们唯独对从吉亚特别严格 将他赶出了YouTube 都已经盗窃了 也还在继续进行假货坚定 滴社表示 在开始频道的这两年来 从吉亚在237部影片 1151个IG天文中 一共使用了衣服鞋子包包视频的500多个商品 其中有20多个商品被网友们质疑是假货 而从吉亚的整个人生也被当成是假的了 所以滴社就将这20多个商品 委托给韩国名品鉴定院 鉴定了是否是假货 首先是这个粉色夏奈尔毛衣 网友们质疑 罗古比正品系 颜色也比较深 而从吉亚也承认了 这是在首尔的一个小商店买的假货 因为漂亮所以买的 也带去了Sologi 当时对于假货没有警惕心 没有狡辩的余地 是我太蠢了 接着是Dior上衣 从吉亚表示 这是在上大学做网店模特的时候 网店代表送的礼物 虽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愚蠢 但是当时因为这衣服上没有Dior的R 不管谁看都能知道是仿色的衣服 所以就更安心的穿了 真的很对不起 然后是Panclip and Appair的项链跟耳环 从吉亚表示 项链是小时候收到的礼物 耳环是在网店买的假货 然后是夏奈尔薄荷色粉色上衣 网友们质疑 这款是在法国已经没有再生产的产品 从吉亚表示 这款衣服虽然知道是假货 但是因为太漂亮所以就买了 那时候对假货真的是没有一点概念 而这个粉色上衣是拍摄当时赞助商提供的衣服 所以无法知道是不是假货 接着是Dior粉色包包 从吉亚也承认是假货并表示 这是20岁的时候在街上买的 当时也只是因为漂亮而买的 但是在派Dior香水广告的时候带去 真的是我的错 我在此向Dior有关人士们道歉 我真的很惭愧 然后其他也有几款是假货 但是这些大部分都是拍摄当时赞助商准备的商品 而其他被网友们质疑的 2019年10月2号开箱的Shanel包包 松爸爸的LV运动鞋 Rules手表 Shanel围巾 Cucci服装 Moncler羽绒衣 Shanel Gabriel Shanel Boyback Shanel 19back LV手镯戒指 Shanel毛线帽 LV泳衣 D社都确认了收据 韩国名品鉴定院的鉴定结果也都是正品 D社最后表示 从吉亚不是演员也不是歌手 他的职业是YouTuber 也就是个网红 当然不是说没有责任 他确实有将假货装成是正品 但是大众们的指责也太夸张了 网友们都是先猜测后要他拿出证据 两年的时间上传了237个影片 穿戴了500多个视频 其中8个是明确的假货 12个有点不明确 不是厂商赞助的 就是连自己都不知道后购买的 但是大众们把两年前的影片也都揪出来 进行正品鉴定 虽然也有正确的指责 但是大部分都是用轻薄的知识装懂 将正品都说成是假货 而部分媒体也是扇风点火 引用恶劣YouTuber的意见直接报道 网友们就分享那个新闻 造成了网友YouTuber媒体 网友这个恶循环 最后滴舍问了从今现在的心情 不需要任何狡辩的 都是我犯下的错 我真的是太无知了 以为看起来漂亮就可以 知道让很多人都失望了 所以只是觉得很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 韩文网友们的反应 开箱的影片都是正品呢 开箱的影片都是正品的话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被骂 哇 都写下名单 非常确信的抹黑 说是假货的房间里的坚定士们 真的是太可笑了 因为500多个商品当中的8个假货 被这么攻击的时间 还不如去攻击酒驾的那些假货们吧 当时我留言说 那个围巾不像是假货 就有一大堆人说我是脑残粉 唉 现在都已经道歉了 不要再继续骂了 不管怎么样 我会继续因缘从击啊 希望能在反省后 以更好的样子回来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为了以后回归 想要制造委屈的风向吗 不管怎么样 确实是使用假货塑造了形象啊 假货也很多啊 不说还以为只是用了正品 用假货塑造了形象 所以被骂的 有什么好冤枉的 对于第一社的报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uga只是上传了一张照片而已 在Suga上传了这张照片后 就被全世界的阿米们拿着玩了 对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